俄罗斯联合飞机集团 LF-IS-21的最大起飞重量在20吨左右 以四代机的标准来看是一款中型战斗机 但是第五代战斗机的起飞重量比四代机提高了不少 F-35的最大起飞重量达到30吨依然只能算中型五代机 LF-IS-21只能归为轻型五代机了 LF-IS-21采用单发设计 发动机可能是目前苏武器使用的AL-41F-1 最大推力可达147前牛 并具备矢量推力功能 甚至也有可能采用产品30发动机 LF-IS-21大量使用了苏武器战斗机的成熟技术 比如可动边条翼 全动垂尾 但是目前没有发现侧弹仓 LF-IS-21另一个特点是采用了腹部进气道 外形设计与X-32战斗机非常相似 这样的设计不利于隐身 并且起降时对跑道的要求比较高 由于大量使用了现成的技术 LF-IS-21的研发周期与成本都控制的比较理想 并且轻型战斗机的制造价格 本来就低于重型战斗机 因此俄罗斯就是想依靠LF-IS-21廉价的优势 来争夺军火市场 与F-35 苏武器战斗机相比 LF-IS-21的各方面性能都处于下风 因此不太可能影响这两款战斗机的出口销量 俄罗斯推出LF-IS-21战斗机的主要目的 很可能是与阵风 歼10c这些4.5代战斗机争夺市场 LF-IS-21在起飞重量 在弹量方面 与传统的中型战斗机大致相当 在拥有隐身优势的情况下 LF-IS-21这种降维打击的出口方式 反而会取得不错的效果 当然前提是俄罗斯能够将LF-IS-21的成本 控制在较低的程度 出口价格应该控制在7000万美元以下 太高了买家更倾向于购买F-35或者苏武器战斗机 LF-IS-21一旦进入军火市场 歼10c战斗机的出口可能会受到影响 毕竟LF-IS-21算是一款正八景的第五代隐身战斗机 而歼10c再怎么升级也无法达到第五代战斗机的标准 对于其他效果来说 如果能够花几千万美元 买到一款性能不错的第五代战斗机 哪怕是轻型的 效果也要比购买阵风 歼10c这些4.5代战斗机好不少 出口chen雅 出口了 在市前